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我们的故事从一个年轻的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开始 查理·李曼在1874年回应呼召 离开美国宾州乐园镇的故乡 前往中国南京开荒步道 成为最早一批的更正教在华选教士 在他过世后 他的女儿玛丽·李曼 和后来被称为暗示之后的蔡苏娟 延续这一事工 直到1949年被迫离开中国 在世界的另一端 神带领另两对中国宣教士夫妇领受相同的意向 当中国大门关上后 抓住机遇向散居海外的华人传福音 1963年 他们共同创办了基督使者协会 成为北美最早期的华人事工 成立初期使者同工们身兼述职 探访北美各大校园 步道 栽培 并成立校园查经班 希望学生们有一天 可以成为有宣教使命的神国栋梁 五十多年后的今天 许多当年的学生领袖 已经成长为事工领袖 校园查经班也纷纷成长为教会 今天的使者事工继续延伸 我们拆派全时间宣教士进入校园 向学生学者传福音 同时我们出版发行中文文字资源 到全世界最缺乏的地区 提供策略性培训 帮助他们建立事工基础 作为一个福音机构 我们注重与当地教会的配搭伙伴关系 自1983年起 我们与教会联手举办华人拆传大会 旨在动员华人基督徒 超越自身的族群 成为宣教的生力军 经历几个世纪的战乱流离 饥荒 极端政治思潮的影响 以及与神的隔绝 我们相信神在今天的华人群体中 开启一个前所未有的福音机遇 进入21世纪 赴海外求学的华人学生学者 数量呈几何倍数增长 放松的政治管制 和弥合的文化差异 使得向他们传福音变得更加容易 我们因切希望 神在我们中间行大事 神不是问你能不能 神是问你肯不肯 如果你肯 神就能 在每个故事的背后 都有神的故事 你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你愿意参与到 这激动人心的救恩故事中来吗 你愿意参与到 你愿意参与到 我愿意参与到